意料之中,安东尼的交易终于达成了,能阻挡勇士夺冠的只有死亡武囤。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Mark Stein之前的消息,安东尼计划在成为自由球员之后,笔心与火箭签约,安东尼将在老鹰雷霆的三方交易完成后,与老鹰达成买断协议,最终将与火箭签订一份240万的老将笔心合同。 而根据老将笔心的规则,火箭将只要支付给安东尼,大约150万左右的薪水,剩下的薪水将由联盟支付。 此前雷霆、老鹰和76人,已达成三方交易协议,安东尼被交易至老鹰,然后将被买断,但这笔交易可能会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正式完成,仍需等待76人进行另一笔运作。 骑士射手科沃尔是他们在追求的球员之一,消息人士透露,老鹰已经承诺,将在交易达成后裁掉安东尼,之后的48小时将未澄清期,度过澄清期后,安东尼预计会与火箭签约,田瓜加盟火箭后安灯炮组将正式成立。 同时球队在关键时刻还能排出一套,保罗加哈登加安东尼加哥登加塔克的死亡武臀阵容。 火箭队从上到下都欢迎安东尼加盟,保罗招募。 哈登表示得到安东尼将对火箭是很好的补充。 根据雅虎记者托登说此消息,尽管在尼克斯时与德安东尼出现过摩擦,但安东尼现在对德安东尼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 火箭相信德安东尼能提取出安东尼仍存进攻武器库的所有价值,比如追身三分,接球投篮,为保罗哈登当小阵容外谈的四号位跑男,也许还会有更多贡献。 火箭还相信安东尼已经从尼克斯时期的思想里走出来,将愿意接受新角色。 2017-2018赛季,安东尼各项数据都到了生涯新低,场均贡献16.2分,投完命中率仅为40.4%,三分命中率35.7%,另外,此前火箭以一份两年340万的合同,将恩尼斯收入账中, 下赛季薪水只有160万左右,所以,下赛季火箭需要为两位封线安东尼和恩尼斯支付150加160万,大约300万左右的薪水。 而反观此前的封线组合阿里扎巴默特,下赛季合同,为1500加430,等于1930万元。 但从性价比的角度,安东尼恩尼斯真的不知高出了阿里扎和巴默特多少倍,莫雷今年夏天的操作,真的可以说是神了,火箭有灯泡两大持球强点,可以预计安东尼长时间拿球的机会也不会太多,不过灯泡都是出球速度快球商高的球员,安东尼能打出生涯最高效的一个在季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